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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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是王小姐 是不是 你好 我是生活调查 李俊 你可不可以说一下你用过哪个芯子巾是哪一种 蛤 用过很多 呃 这样啊 可不可以说一些什么 关于说其他一些讯息给他听 譬如这些紙巾帽是怎么样 或者价格方面是怎么样 蛤 价格大概在哪 5到8元 好的 很多品牌都用过 好的 好 我听了 我马上去为你调查 好 拜拜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黎俊 刚才跟我通电话的各位 就是我们节目组的一个热心的观众 他打电话给我们说 近日用了这个濕紙巾之后 手腕就有点痕 然后也有寒种 就是过敏的迹象 然后他就为我们调查一下 到底是自己的质量问题 还是他自己的皮肤出现了一个状况 我们马上去调查一下 因为外出清洁不方便 现在很多人都会外出的时候 戴上一包濕纸巾 在饭前饭后或者接触公共物品之后 会随时拿出来抹一抹 认为这样做既卫生又方便 但是由于濕纸巾本身成分 带有一些化成分 所以不少人对濕纸巾的安全性 一直有担忧 调查园酒房市场发现 不同价格不同牌子的濕纸巾成分 具有较大的差异 有些甚至多达十几种 在这个基础之上 根据品牌和功效的不同 除了添加一些的香精 精华液之类的原料 经过整理发现 我们不难发现 这些濕纸巾上面标明的 杀菌成分种类多样 其中最多的就是二十三种 丙二纯 本质六额 便索六额 那一般的街坊又认不认识它们呢? 有没有用的濕纸巾? 很小 会,会用 很少用 买的时候会不会注意这些化水成分 一般不会看这些 这孩子没注意过 一般都是买牌子的 我想应该不都是这样的 不大姐 看来大部分街坊对濕纸巾上面的成分 还是懵懵懂懂 而且表示在购买的时候 基本都不会看成分表 而最近有电视节目对市面上面 买到的几种濕纸巾 做人做检验分析 声称纸巾存在安全隐患 就是因为里面这种叫做 丙二纯和本质六胺的化学物质 有的是纸巾甚至声称 可以有效杀灭细菌 而且还不含酒精等化学成分 但专家表示 有杀菌消毒的功效 就肯定会有消毒剂成分 有些湿纸巾上标志了 含有丙二纯 其实就是一种低毒化合物 皮肤专家就表示 现在市面上不少的湿纸巾 都含有丙二纯的成分 长期使用的话 会使皮肤干燥 甚至会出现过敏的情况 皮肤长期在消毒剂的刺激下 就会不堪忍受折磨 产生接触性皮炎 从而导致生活的不变 调查走访了多家商场和超市 调查员发现 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的湿纸巾含有丙二纯 有些标明了具体含量 而有些就没有 这种丙二纯到底是什么化合物质呢 它是不是造成了黄小姐过问的兇手呢 一张湿纸巾的丙二纯含量到底有多少 为了调查这个问题 我们从市面上 靠买了几份最热烧的湿纸巾 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到底湿纸巾里面有多少丙二纯呢 为了探究竟我们在市场上 买了几个样品的纸巾 回来调查一下湿纸巾里面 到底有多少丙二纯 但是我们很奇怪地发现 有些纸巾上面 就真的有标志到这个丙二纯 但是有些就没有标志 但是有一个共通点就是 凡是标志有丙二纯的 都没有标志清楚 它的含量到底多少 今天我们来到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 检测一下它到底里面有多少丙二纯 将这个迷底揭开它 走吧 你好 这个是我们要检测的湿纸巾 这个大概要检测要多久 大概只要24小时这样 好的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出来了,三个样品的话都是有添加丙耳醇的 第一个样品的话是添加了百分之一左右 第二个样品还是第三个样品都是百分之零点零五这样的 检测显示,送检样品都检测出不同含量的丙耳醇 而这种的丙耳醇加在湿纸巾里面到底有什么用呢? 它是不是会好像传言所说那样,一样对人体皮肤造成伤害呢? 丙耳醇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化学物质,就是我们也是经常用的化学物质 它主要添加在湿纸巾里面,作为保湿纸,它基本上是五毒 专家说大家对丙耳醇可能有点陌生 但是如果被它分子中再加上一个经济 就可以得到一种更为人所知的物质丙三醇,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金油 丙耳醇是一种黏稠微甜的液体,具有吸湿润滑和一定的抗菌效果 市面上面有不少湿纸巾都以丙耳醇和金油作为关键添加成分 以达到保湿针酬等作用,为了达到黏滑的速感 其中的丙耳醇含量还会比湿纸巾中更高 一般湿纸巾用量下的丙耳醇对皮肤和黏膜的刺激性其实很少 那么除了丙耳醇,原报道中还提到另外一种物质,管扎绿胺 这是一种什么物质呢? 本扎链本身是一种消毒剂带绿的 它这个东西主要是沙灭一些细菌,一些常用的细菌 比如说那些大肠杆菌等等一系列的 生物方面的细菌都可以沙灭 但是这东西不能长期用,不能大量的用 本身还是有低毒的,用多的话会引起奇变,就是致癌都有可能 本扎绿胺是一种常用的杀菌剂,跟点酒、酒精的用途一样 但刺激性少,常用的一些药膏里面就含有1%左右的本扎绿胺 是外用消毒的正常浓度 而且人体皮肤表层有一道障碍,因此不会被皮肤吸收 但皮肤表面有创伤的时候就不可以用了 而且这两种液体都不能够食用 最好就不要用来抹嘴了 不过调查到这里,我们知道 这些濕纸巾的化学成分都是安全的 难道这些产品真正出现了问题 还是黄小姐使用不当呢? 调查员准备打个电话,去到某个品牌的濕纸巾客服 咨询一下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朋友用了这个濕纸巾之后 有点过问,我想问一下为什么 那是否用了濕纸巾之后就出现过问的影像呢? 嗯,好像也是 但是我在网上很多人都说有这个同样的案例 我想问是否这个濕纸巾的成分会来人过问呢? 我看到上面有很多不懂的化学成分的名字 关于这个问题,就是这些化学成分都是国家云海严加的 那我们的产品都是符合质量的减准的 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我想问一下,是否你朋友是否用酒精过问呢? 真的不清楚,但这个濕纸巾里面 真的含有酒精吗? 但是上面没有列明的 哦,是这样的,市面上有部分的濕纸巾上面 是有一定的酒精含量 那我们的成分上面呢,不会特别的注明 因为它的添加量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你朋友有潔癖,就是用濕纸巾的频率比较高的话呢? 那就有可能会造成它皮肤越来越干 甚至乎严重的话会出现过敏和脱皮的现象 濕纸巾里面含有酒精会造成皮肤过敏 黄小姐使用的濕纸巾里面真的有酒精 从成分列表上面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 这些濕纸巾上面,有些是标明不含酒精 有些就没有标明 那是不是就意味着,这些没有标明的濕纸巾就含有酒精呢? 那酒精含量又是多少呢? 好了,为了验证这个濕纸巾里面有没有酒精成分 接下来做一个简单的测试 因为我面前已经摆住了很多道具 包括有五脖鸡,这一只 还有这个酒精,水,以及三张已经准备好的不同品种的纸巾 然后我会用这个火机点燃它,看看能不能热烧到 首先我们先做一个很基本的实验 我手上已经拿着两块的纸巾了 首先我会点一点,用一张干的纸巾点一点水 看看能不能浸 好,现在已经把纸巾浸在水里面一边浸 看看现在用火机点燃它 好,实验证,其实因为水是不容易火的 那纸巾湿了之后不用点燃十只,不会燃烧的 好,今早下来我会用另外一张干的纸巾点燃它 有酒精的纸巾一下子燃烧了起身 客到调查员立即够火 虽然实验很简单,不过这个验证了一个原理 水是不容于火的 如果这个湿巾无方暴只有水没有酒精的话 是不会着火,而反之就会燃烧起身 接下来,我们就对三个不同品牌的湿巾进行火烧实验 照来,到底这三张桌面上的三张湿巾 有没有这个酒精的含量 其实都可以用这个很简单的实验 就可以印证到了 立即试试试,看看吧 好,现在看到了,其实这张湿巾是燃烧不起的 好,试试第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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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也是穿不住的 前两款的湿巾都过关了 那剩下最后的这一款呢 那已经看到了,火已经穿了 好了 第三张湿巾竟然烧着了 而且火烧得真的很旺 看看我们的调查员客亲就知道了 因为水是不容于火 如果只有纯水加无防暴的话 湿巾是不会被点燃的 而实验显示 这三款的湿巾两款是没有燃烧起身 而有一款就是可以燃烧的 上一节通过火烧法 我们发现了有一款湿巾可以直接燃烧起身 所以怀疑这款湿巾含有酒精 但是这个酒精含量到底有多少呢 我们还是不清楚 所以我们还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检测 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 三天过后,检测结果出来了 检测显示 我们送检的样品中 有一份样品中检测出含有酒精 酒精含量大概是0.01% 这份样品就是刚刚调查员所做的火烧实验 起火的那一款湿巾 经过对比 我们发现这一款湿巾价格最低 而且品牌知名度不高 纸质相对劣质 那如果使用了添加酒精的湿巾 是不是就是造成了王小姐过问的原因呢? 酒精的非法性很强 那它就用了在皮肤那里之后 去非法 会洗到皮肤就会干燥 所以你人看会觉得 用过有酒精擦拭之后的湿巾 皮肤觉得干燥不是很舒服 但它不是一种危害 因为酒精是允许使用的东西 等于我们在医院里面 经常用酒精消毒一样的 专家说酒精是良好的杀菌剂 酒精能够滲入细菌体内 吸收细菌蛋白的水分 令到组成细菌的蛋白质凝固 引起蛋白质的变性和沉淀 从而达到杀菌的目的 但是酒精具有揮发性 测试之后容易令皮肤表面水分流失 感觉紧致干燥 不过专家说 一般正常使用 并不会对人体皮肤造成太大的伤害 那黄小姐出现皮肤过满的情况 又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湿纸巾客户人员提醒我们 黄小姐如果是潔癖患者 使用过度频繁 湿纸巾非但不能消毒 还能够伤害皮肤 那黄小姐平时用湿纸巾到底多不多呢 喂 你好 王小姐 对不起 你好 我是中国药茶团的李娟 我想请问一下 你平时一般什么情况之下 用湿纸巾 我一般吃完饭 上完厕所都会用湿纸巾擦手 一天用几张呢 一天啊 一天大概用五六张吧 我有洁癖 所以不用就不提款了 那你是不是习惯用湿纸巾呢 还是用水清洁呢 这样 因为我随身就会携在粗子巾 所以平时用的粗子巾还是比较多的 有时候你用水清洁完 我觉得不容易 还会用粗子巾再差一点 哦 好 秒两 一天用五六张 用水洗完手 还用湿纸巾 如此高频率的洗浴 专家说 这就是造成黄小姐过问的主要原因 因为部分消毒湿根中所含的成分 也都对人体有影响 比如酒精、绿、漂白粉 这些成分是不会在包装上面注明 但是会刺激皮肤、黏膜、眼睛 破坏保护皮肤的皮脂膜 频繁使用会令皮肤变得敏感 你长期用它就是刚才所说的 由于湿脂根会有各种的 或者是消毒成分 或者是一些分散剂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成分 那些化学成分就是人体是没必要需要用的东西 你添加人体身上就是 有一些人可能会不一定适应 尤其是长期使用不一定适应 看来这个湿脂根本身安全的 如果出现身体不适过敏的情况 除了自身皮肤敏感之外 还有好像黄小姐如此频繁使用 也都会对皮肤造成一定的伤害 专家建议 在购买和使用湿脂根的时候 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 购买的时候选择可靠品牌湿脂根 其次尽量选用每片都有独立小包装的湿脂根 如选用秋取色湿脂根 每次用完之后应该密封 尽快用完 以避免其有效成分挥发 第二 不要直接抹眼睛 特别需要提醒是 要少用湿脂根抹面 尤其不要直接抹眼睛 中耳和粘膜处 如果用后出现皮肤红肿 恒氧氧等症状 应该立即停止使用 第三 不可以用湿脂根代替洗手 由于湿脂根宣传的卖点是消毒、灭菌 街坊们在用湿脂根之后就不会再洗手 而完全忘记了还有化学成分残留在手上面 这样对儿童是非常之不利的 好 调查到这里 这次得出结论 湿脂根本身安装没问题 只在乎大家平时怎样选购和使用 先讲选购先 建议大家有些信用好的厂家 和大型的超市去购买 和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证 有没有这个质量认证标志 才可以购买 那就放心了 讲到这个选购 一定要讲到这个使用 使用我觉得一般人都会用这个 反简易的冲洗手部 大部分细菌都会洗干净 然后再用这个流动水的清湿 就会洗干净 这个回虫卵等等 这些细菌就会干干净净 但一般人都会用这个湿脂根抹一次之后 就不抹的了 就不去洗手了 而这个化学成分就会留在手上面 所以要注意 用这个湿脂根的时候 每抹一个手的表面 都要换一张湿脂根 这样才是最好最好的方法 注意了 有什么最新情况都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生活调查团 话过来自 和参与我们的友掌问答环子就OK的了 欢迎大家收看生活调查团 春节特别版法调查团带你买年货 在人人都追求高品质生活的同事 越来越多的洋产品 也都受到了大家的青睐 就连过年也都不例外 最好就是在食饭的桌上 摆一支进口的洋酒 进口的洋酒到底是哪里买最信得过呢 今期的生活调查团 将会带着大家去买又实惠又保证 同事还是正品的进口年货 近日由国家工商局发布的 2014年下半年网络交易商品 定向监测结果当中 说阿里巴巴的净分率只有37% 年关商质本来就计划购买进口的年货 一下子都不知道去哪里买了 进口的话应该要到市区里面的 比较有大一点的超市里面吧 代表啊 我们多数都是在那些品牌的超市 代表超市 对于便别进口增加货 网全有一条绝招 就要看清楚商品的调形码 开头这几个数字 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商品 会有不同的数字代码 比如美国和加拿大是00至03 日本是45至49 丹麦是57 而中国大陆是690至693 只要看到这条绝码开头的几个数字 不是690至693 就是不可以代表这个商品是进口的呢 不同的国家确实拥有不同的条码前缀 但前缀并不能代表产品的原产地 超市码的前几位呢 只能代表产品注册地 它可能是产品的原始生产加工地 也有可能是产品的销售地 这位熟悉进口贸易流程的员工就告诉我们 有些商品包装社会进口 但条形码的注册地就在国内 讲明在国外加工生产之后 有国内代销 这样一来就会有一些的进口商品 使用中国的商品条码 也就是说辨认进口的真矮 是不可以单凭条形码判断的 其实对于广大的消费者来说 最大的保障是去大型正规的门店购买进口商品 比如好路多、沃尔马 通常可以在国内市场销售进口商品的门店 都会有相应的证书和认证 超市里面的进口商品 真的是五花八门、林郎满木 有吃的、饮的、用的 调查员一时之间都不知道怎么选好 想要过个有意思的新洋年 要选怎样的进口商品送礼 或者自留最实惠呢 调查员就邀请了来自美国的老友 同样也是玉尔马的员工 Jordan,你给你的意见 Jordan,我想买一些东西 因为我要开个大派对 那我究竟买什么好呢 我们一起去那边 我带你去看好东西 我觉得现在中国的青年 想不了的是 就是那份来自丹麦的取其品 相信我,相信我 在沃尔马 我们有千千上万罐的丹麦巨口的取其品 无论是宋礼或自留 南冠处酒店 一只是广东家庭的春館 而且还有很多人的童年回应 让我们也看一下 祝贵的时候需要的零食和饮品吧 朋友们都喜欢吃千千的碳酸饮料 这款无酒精的葡萄气泡酒 实在是太棒了 现在的沃尔马 只要你买两瓶 就可以享受到18元一瓶的优惠价 真的是很划算 真的,你知道了 女孩子都是比较喜欢吃零食的 有没有一些进口的零食可以介绍给我呢 开心果 在美国家里福利亚进口的 这些都是最好的 我想你保证 每个人来到你家里聚会的人 都会停不下来一直吃这个开心果 过年最后 小朋友最喜欢吃零食和饮料了 大人就通常喜欢坐下 喝回两杯的 我个人呢 还是比较喜欢法国的红酒 这款真是超级优惠酒 四支原装进口的法国红酒 才需要238元 那每瓶也就50多块钱 而且是进口的 哇,太划算了 不行,我要买回去 太重了,待会再回来拿 没问题,我们有一个188两公里免费送货 我们可以送到你的家里 就是说满满188就可以免费送货 没错 哇,太棒了 奇奇,惊奇一点 酒嘴零食虽然好吃 但就不要吃太多 配搭新鲜的水果来吃 这样才是最健康 自立进口的车离子 味道一流 但是国内的车离子呢 我就经常吃 进口的我还真没试过 不知道好不好 当然好 如果你买回家之后 有任何的不满意 郭尔玛可以为你提供 无条件退款服务 你可以无条件的退货 我们可以把钱 100%的退还给你 水果也可以无条件退货 我还真是第一次听呢 对 在最大型的大型之下 奇奇发现大型超市里面的进口年货 确实品种 丰富齐全 而且价格也很亲民 更重要的是 这些的进口年货 全部都是全球统一采购 100%保证成品 过年送礼 又或者自己享用都好 其实买进口年货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了,看了今期的节目 大家应该知道 买进口年货 在哪里买最信得过 其实过年不单只一种方式 最重要的就是 过得舒服又开心 换种风格 换种心情 好了,今期的节目又差不多了 明天的同样时间 我们再跟大家说年货 下期时间再见 拜拜